据塔斯社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当地时间25日程 在乌克兰此前一天就科索沃加入欧洲委员会投弃权票后 赛方将改变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的立场 报道说 伍奇奇向塞尔维亚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 昨天乌克兰对科索沃加入欧洲委员会投了弃权票 这也等于承认科索沃 如果有人无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他们的领土完整 既然那些人明显反对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可以选择保持沉默的时候 急于保护别人的领土完整 伍奇奇还表示 这非常重要 我们的政策路线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不是结构性的 而是深刻而彻底的 据塞尔维亚福伊福丁纳省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此前一天 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中 有33个投票赞成就 科索沃加入欧洲委员会启动审议程序 另有7个成员投了反对票 还有5个成员投弃权票 另有一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 门湖网站科索沃在线报道称 塞尔维亚外长达契奇 事后就投票结果表示 注意到了投弃权票的 希腊斯洛伐克 摩尔多瓦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立场 他们直接参与了对塞尔维亚领土完整的破坏 达奇奇还特别提到 同样投了弃权票的乌克兰 看看我们在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方面 遇到了多少问题 就因为有人指责我们在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方面做的不够 我们多么紧张 到处投票并为自己辩护 而乌克兰在涉及我们的问题时投了弃权票 我们绝不能接受 塔斯社提到塞尔维亚此前曾在国际场合谴责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行为 据媒体此前报道 武器奇于2月25日曾公开表态 反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塞尔维亚总统不止一次谴责西方国家 在乌克兰和科索沃问题上搞双标 综合塞尔维亚第一频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3月18日晚 接受媒体采访时 谴责了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和科索沃问题上 推行双重标准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去年9月 还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他指责一些国家在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问题上 持双重标准 现在谈论乌克兰主权被侵犯 却在1999年绕过联合国安理会 悍然轰炸塞尔维亚 并承认科索沃独立 公然侵犯塞尔维亚领土主权